第二次是为我们说明 是歧途有佛 好阿弥陀 是讲什么呢 正宝庄园 西方极乐世界的正宝 跟我们这个苏佛世界的正宝 区别太大了 我们现在很多在这个世界的人 失去了依靠 所以内心不断的去造业 随着自己的欲望 随着自己的自私自利 你看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正宝 西方极乐世界的正宝是什么 诸善善人聚会一处 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所遇到的所看到的 他的心都是善良 你今天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算你待业 待你的喜气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喜气是起不了作用的 因为没有那个缘 心都是善的 每一天 每一天 不断的都在修行 先进的 而我们这个搜火世界 每一天都是落后 天天都是落后 为什么落后 就是讲 说明啊 不断的堕落 所以从这一段经文 又为我们说明 有两个有志 让我们更加来肯定 真的不容易 从这一段经文 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 真的苦口不寻 真的苦口不寻 用心良苦 想尽办法 种种的善酒方便 让我们了解 让我们要去深信 让我们要真正要发愿 你要相信 你要有一个依靠 你这样念佛 那你就不得了了 这个是讲到第二 然后讲第三是什么 我们看下面的 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 现在在做什么呢 在做什么 我们看下面 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告诉我们 今现在说法 就是说明事业成就 什么叫事业成就 事业成就就是说 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天能够闻到阿弥陀佛 闻到十方诸佛 来为你讲经说法 这个就是事业成就 我们在这个世间 你要等一尊佛出现 在这个世间很难 一出现 一出现像释迦牟尼佛 时间才几年 讲经说法49年 讲完了就离开了 寿命80岁 这么短的时间 那等下一尊佛出现在这个世间 要等多久 57亿600万年 还这么长的时间 一尊佛才能够出现 但是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天都能够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不仅仅是阿弥陀佛 年365天 天天都是跟死方一切诸佛如来在一起 阿弥陀佛天天为你说法 用话种种的方法来为你说法 我们在这个说佛世界太难 不要收一尊佛 连等一尊阿罗汉 一到一尊阿罗汉都很难 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的事业很快成就 因为他的福会双修 修得太快了 福最大的供养 都是供养诸佛 供养佛 这个福报是最大的 你每一天都有这个机会 我们这边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佛奖四月的庄园 以十方诸佛国土的差别 都是不一样 而最重要的 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环境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佛说阿弥陀经 有一段经文非常重要 我们来看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也为我们说明 说明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读 请合照 比佛无量无边 声闻弟子 皆是阿罗汉 非是算数知能所知 诸佛萨的 以福如是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把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 是什么用意呢 你们看到这段经文 有没有感触到什么样的意思呢 说明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都是这些声闻 都是皆是大阿罗汉的 就是这些大菩萨的 你想一想 释迦牟尼佛1250年 2500年前 释迦牟尼佛的藏水弟子 1250个人而已 几千个人而已 几万个人而已 但是阿弥陀佛的弟子 那就不一样 是无量无边没办法去计算的 而且都是阿罗汉 都是大阿罗汉 都是这些大菩萨